HELLO,大家好,我是Harry崇玉,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位被譽為是瑞典當代莫扎特的天才型古典吉他演奏家,約翰尼斯·穆勒 約翰尼斯·穆勒1981年生於瑞典,他的爸爸是一名長堤的職業演奏家,而他的爺爺則是一名中堤型演奏家 十歲時的他因為剛好遇上了瑞典政府推行的音樂公共教育計劃,就是希望每個人能從小就開始學習音樂 於是他就學習了古典吉他,而僅僅學了三年的時間,他便在瑞典的各地展開他的個人音樂會到處演出 十歲時的他就曾和一些瑞典的頂級音樂家一起將作品錄製到CD上面 當時就有一位音樂評論家說道,我很好奇他之後長大會怎樣 或許會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莫扎特 長大後的約翰尼斯·穆勒不僅獲得了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榮譽音樂學士學位 還獲得了海牙皇家音樂學院和阿姆斯特丹音樂學院的兩個碩士學位 他不僅是第一位贏得布羅摩斯格羅夫音樂節國際青年音樂家平台的吉他手 他還是第一個獲得2007年…不會念 Jonggrenska 比賽的第一位吉他手 當時的評審團是這麼說他的 他藉由那令人強大的技術打開了一座大門 使我們進入一個微妙的世界 以那巨大的力量以及強度打動我們 而身為作曲家的他也寫過多張專輯 2016年穆勒發行了一張專輯名為《India》 其中包含了許多印度的聲音 以及拉格舞的原創作品 而專輯《中國》裡面 則收錄了許多中國傳統民謠的改編 其中有改編傳統琵琶曲《春江樂夜》 和約翰內斯穆勒自己的中國舞印象 近年來知名的專輯則有 永恆的夢想 喚起吉他之城等 只能說又一個音樂怪人啊 還會最好 是否讓他 Get Yourself 和約翰內斯穆勒自己的特定